第1130集 绑架者 莫小鱼没带武器,只能是跟在白鹿身边以防他有什么不测 此时,莫小鱼才发现,其实虽然有时候对白鹿恨得牙痒痒 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挺担心他的 拐过这个墙角,就是正对着房门了 此时,莫小鱼一把拉住了白鹿 白鹿看下莫小鱼,莫小鱼摇摇头问道 谁啊?您好,我是楼下的服务员 楼下有位先生给这个房间送了一束花,让我送过来 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没有危险 但是莫小鱼却并未放心,因为他此时已经感觉到了危险 把白鹿揽在了墙角的后面,示意他赶紧去给前台打电话核实 一边对门外说道 等一下啊,马上开门 说着,莫小鱼脱下鞋向门口丢去 此时,门外绝对是能听到声音的 就在莫小鱼也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时 门外的突突声把莫小鱼一下子给打梦了 很显然,为了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动静 对方的枪支都安装了消音器,但是子弹却是如雨点一般,穿过厚厚的木门射向了房间里 此时白鹿也听到了动静 举枪就要向外射击了 但是被莫小鱼拦住了 此时,门外的枪声也停了 莫小鱼侧耳倾听一下 确定确实是没人了 这才冒险回去捡回了自己的鞋 但是此时他却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完颜柔家一个人在楼上呢 这些人是冲着谁来的 如果是自己,那完颜柔家就危险了 如果是白鹿,那完颜柔家可能还安全一点 你在这里等着啊,我上去看看 我的朋友还在楼上呢 莫小鱼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 说完,跟在莫小鱼的身后冲出了房间 门口的地毯上布满了子弹壳 但是莫小鱼此时完全无暇去管这些事了 直奔电梯 可是当你等一件东西的时候啊 往往它是那么的慢 就像现在,电梯死活不来了 莫小鱼急得不行,直奔楼梯 白鹿怕他出事 也只能是跟着去爬楼梯了 十层楼不算高 但是莫小鱼跑到了楼上时 恰好看到了电梯的关闭 他看到了穿着完颜柔家衣服的一个女人 被架着拖进了电梯 他想要跑过去时 此时却看到了走廊尽头的消防通道里 有人站出来拿枪对准了自己 他只能是急忙地闪进了楼梯里 此时他就知道 完了 完颜柔家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 他一直都对自己有依赖 尤其是来到这个世界开始 此时的他不知道被谁给撸走了 此时白鹿爬了上来 看到莫小鱼躲在门口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莫小鱼见他上来 伸手夺下来他手里的枪 就冲了出去 那人看起来就是想置莫小鱼于死地 于是等到莫小鱼出来时 还一直等在走廊尽头没离开 面对枪口 莫小鱼没有选择退缩 奔跑在狭窄的走廊里 左突右闪 一边开枪一边向对方跑去 每一枪都打在对方可能要露头的地方 让对方没有丝毫反击的机会 等到莫小鱼的子弹打完了 他也已经到了对方躲藏的屋角处 那手里唯一的武器就是手里的枪了 只能是将手里的枪投掷出去 还好他的准头还可以 直接砸在了对方的脑袋上 在对方伸手挡的一瞬间 莫小鱼已经和对方面对面了 对方手里的枪被莫小鱼缴械了 此时白鹿也跟了过来 莫小鱼将缴获的枪递给了白鹿 自己急忙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等一下 白鹿制止了莫小鱼要推门的动作 摆摆手 示意莫小鱼回来 此时莫小鱼也想到了什么 走了回来 提着这个被自己抓住的家伙走向门口 而白鹿早已慢慢地推开门 而在门口却悬着一根线 如果不是经验和经过特殊的训练 可能不会发现这根线 这是一个埋伏 如果刚刚莫小鱼一脚踹开门或者是推开 门口的线就会扯动手雷 莫小鱼看着白鹿手里的手雷说道 美式手雷 杀伤面积四到六米 岩石四到五秒 莫小鱼来不及看这些东西 进屋之后 虽然还存在着一丝侥幸 但是看到人去无空 莫小鱼还是感到深深的挫败感和愤怒 莫小鱼抬脚跺向了地上躺着的那人的手指 白鹿听到骨头脆裂的声音 这家伙也从半昏迷中彻底醒了过来 看来这比用水泼强多了 听着 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告诉我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绑架我的女人 莫小鱼用英语问道 看着对方一副听不懂的样子 又用日语问了一遍 这家伙还是不说 莫小鱼笑笑开始搜这家伙的身 没想到身上东西还挺丰富 居然还有几个弹夹和一把匕首 不说是吧 我要让你记住自己是怎么死的 到地狱你都害怕 莫小鱼用日语说道 等一下 白鹿说道 你看这个标志 我记得 这是日本山口组的标志 山口组一向很少到香港活动的 怎么会到这儿来绑架你的朋友呢 白鹿问道 莫小鱼站起身 从窗户向下看 不知道此时完颜柔家到底怎么了 如果那些人敢对完颜柔家怎么样 自己就是杀多少人都不能挽回了 莫小鱼此时 当着白鹿的面 赶紧拨通了宇田爱的电话 这么晚了 有事儿啊 我的朋友被人绑架了 是你的人做的 还是你派人做的 你告诉十田杨平 如果不在我规定的时间内把人给我送回来 他也别想活着离开香港 莫小鱼威胁道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可惜的是你找错人了 我不知道这事儿 而且我相信 十田先生也不知道这事儿 宇田爱说道 好 绑架的人是山口组的人 既然如此 你听听他想说什么 莫小鱼蹲下之后 将电话递向了那个人的嘴边 趁其不注意 手里的匕首插进了他的小腿 如果只是插进肉里 可能还好点 莫小鱼的刀工很好 刀锋插进了肉里 钉在了骨头上 呃 宇田爱还以为可以听到什么声音呢 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惨叫 着实吓了他一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